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所以我到一个新的场合 我会自我本能反应得很紧张 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每一次来 比前一次都要放松 就感觉像回家了一样 在这个一切接倍速的时代 随波逐流容易 坚持初心很难 这也是最宝贵的事情 我叫盛阳 请多多关照 我觉得他的经历跟他的生活 跟我从小的经历很相似 所以在演的时候特别有代入感 而且会唤醒我之前在做广告设计的时候 包括在从小学画画的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的一些记忆 你说也不能怪我滑水啊 威四千块工资拼命 没动力啊 做图不好玩吗 跟其他客户斗智斗就好 不刺激吗 看见自己做的完美出街 没有成就感吧 在拍我公司的那些设计的 一些场景的时候 基本上跟我之前经历的事情 重叠了吧 就好比说我记得有一场戏是加班 我就想起我自己 在上班的时候一直在加班的那种情况 不停地面对屏幕 然后你的眼睛会非常的酸 手不停地在画的话 其实会起茧 然后你的手其实会非常疼的 所以在演的时候就 带入自己当时的那个情景 当时的经历 当时的感受 然后去感受这个人物就好 爸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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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吧 我敢不要吗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 在读剧本的时候 跟导演 包括跟编剧老师也有探讨 说我们对盛阳的一个设定 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父母能给他承担多少 他生活的这些必备的开销 所以我相信 盛阳是在一个 可能经济条件 没有那么富裕的家庭里面 成长起来的 所以他从小可能需要去 自己要去消化很多 成长的一些烦恼 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看到他 会觉得说有点心疼 甚至觉得说盛阳 怎么这么懂事 妈 我失业了 不过您放心 以前每个月给家里的钱 我现在照给 一分都不会成 不不不不 不在 妈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看我从小这么努力 就是想让你和我爸 可以依靠我 而不是我一直依赖你了 盛阳对于我来说 跟我之前的经历 其实很像 我觉得我们都有 少年任性的权利 然后也有 为这个家庭去承担 去负责任 照顾父母 然后去努力的工作的这一面 所以我觉得 他并不冲突 爸 也许我知道我妈想要什么 要什么 她想要漂亮衣服 杨哥 咱俩探讨一下 我明白了 扫码知道就行了 你 你今晚得好入座了 你要不要 不要 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特别能带入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爸妈的这一代人 对于爱情都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有对方 她是什么呀 你买的 不是 隔壁老王买的 讨厌 从你嘴里说一句好听的话 怎么就那么难呢 妈 这个月生活费 这 这钱我不能拿 你挣点钱不容易 点灯熬油的 妈 拿着 一定拿着 你妈已经捏住了 等着你熟了才能吃啊 她就是一个 很贴近大家生活的人 我希望大家看了之后 就会觉得 我身边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人 特别有力量 在人生的蓝图上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 不要复制粘贴 只要新建图层 来一场不负自己的挥洒 你是最棒的